MIRROR 這個是我心目中的MIRROR 是 納豆 哇 像 像 像 哇 很像 因為他們 臭的 這班人都是 要臭的 不是的 說真的 他們可能是以前 不是很多人懂得欣賞的東西 但是現在呢 很多人都知道它是超級有營養 還有很多很多 是超級食物來的 很有益的 是日本製造的 但是他們這一堆豆 其實它們是黏在一起 很難分開的 你不攪拌它 其實它不會黏在一起的 那我覺得在營館裡面 我們就好像 一開盒納豆出來 不就要放些時候 用筷子去攪拌 攪拌了它們就會黏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好像 那個攪拌在過程中 攪拌了它們 只要它們就 將混在一起 然後就變成 很有營養的納豆 你以為你可以調教我 我的十二個兒子嗎 這件事的難度也不小 那那個真的有難度 其實 其實 事源就是 原本他們有這個期 就真的做MIRROR GO 然後他們就漏我 可不可以加入做MIRROR GO 那我就說 沒有啦 不如又玩遊戲 開開心心 好像沒有什麼營養 沒有什麼胃 然後就突然之間 就想 我忘了是誰說的 我真的忘了是我想還是他姐 就說 不如試一下做調教 也是維持著那個規則 就是所有東西一定要真 不能夾 所以在這件事裡很難的地方 只要花生和護士知道 他們就會知道 但是我們真的 如果他們知道在裡面做什麼 那件事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他們是真的不知道 甚至不知道一個地步 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怎樣執行 大家看看是什麼 這是什麼呢? 混合一隻弓和一隻瓦混合在一起 讓我們解釋一下 首先因為我最近有看網上有些人說的 世上最強的新聞 原來它的排名是在獅子老虎之上 因為我之前沒有跟阿祖合合過 我甚至在《造星》的項目也沒有機會 跟他很正面地接觸 然後跟他做完事後就覺得原來阿祖這麼厲害 有看片的景色 為什麼會有排名在這裡呢? 康美這樣說 可以 這個部分是因為他很照顧我們 我們就像牛仔一樣會去黏著牠 讓牠需要去照顧 而且牠是群體動物 牠不是一種孤高難貌 一個人 而牠反而是令我們這群體很團結 所以 再說一遍這是什麼呢? 第一隻是… 牠沒有說過 牠應該是牛的 哈哈哈哈 一看一隻海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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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一隻公的海馬 一看一隻公的海馬 製作我 這個海馬 我會覺得這件事… 我覺得他這個繁殖表現很有愛 我覺得阿祖也是很有愛 我覺得海馬 是公正的海馬 跟他做好像 три 一種網紅皮膚的交 我覺得阿祖的感覺就非常親和 同樣跟他溝通之間 我都可以學到很多他的東西 我自己給一些東西出來 我也有自己領悟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跟狗仔溝通是只有我們說 但是跟他說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是 就算只有我說 我都可以拿回很多東西給自己 就是因為友親阿祖的地方 都是會有好東西吃的 即使我們在露營的時候 又或者我們出來吃雞球 永遠阿祖都會推薦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還有老師有另一個特質 就是他的耳朵大 然後他會很敏銳地對身邊的東西說 我覺得阿祖是一個對身邊所有人 他的觀察力 所有東西都是很敏銳的一個人 我覺得熊被人的形象 一直都是很凶惡的那些 但是其實他對自己的子女 是很有保護的 即是很照顧自己的子女 我覺得阿祖在這個 十二天當中 其實好像一個熊媽媽一樣 都是一個熊爸爸 他照顧過我們十二個兒子 我都是熊的 Jermy 都是一隻熊 這隻熊 這隻熊媽媽沒有睡覺 為什麼他會出汗 原因是因為阿祖的感覺很混亂 想表達他也是很混亂 熱到出汗 而且我一看到這些河 我就很想抱著 很想抱著 阿祖也會有一個習慣 演唱的時候也是這樣 每一個都會抱著抱著 所以最後一陣子想起都很棒 我心裏都覺得很寂寞 真態片 因為 其實我們相處的時間 你說長又不長 真的相處的是 那十幾天加上演唱會的排練 演唱會裏 我都在 你說是否那個時間認識了 其實不是很久 四月才認識 但是我們真的一起經歷了很多事情 好像進了一個精神時光屋 進去之後 好像發覺 不知道外面發生的 時間壓縮了很厲害 這個感覺很可愛 所以我都 我很珍惜跟他們的交往